台湾地区农委会环保署8月陆续升格台当局农业部门和环境部门首任台当局农业部门负责人将由农委会主管陈吉忠接任 解决不了荡荒的陈吉忠又升官了 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王洪威直批 反正民进党的官做得越烂 官等可以升得越高 陈吉忠曾在荡荒市出 若没解决问题他之所进退 搞了半天没有退 反而更进一步升职 成了农业部门负责人 陈吉忠向来行政不中立已是事实 现在官位更大经费也越多 难保未来不会以首长之资继续行政不中立 国民党民意代表林思明表示 陈吉忠农业问题都没解决 此人事任命就是仇庸 看的是对军营的忠诚度而非专业度 对此岛内的网友怒哄 2024政党轮替下架这些无能的大官 真的很想知道陈吉忠到底有什么能力跟贡献 可以一直赖着不走 又多了一个下架民进党的新理由 也有网友说不例外反正都在谷底了 也飞不出去了给他烂 烂泥扶不上墙 连进口都不贴 若是农产品多数的价格都控制在进口商的手上 百姓的生活只会越来越难